各位同学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讲解一下神户大学人文学研究科的中国文学过去问。 紧接上期视频的内容,我们来看看平成28年第一期试题的名词解释部分,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题目。 第一个名词是王国为。王国为是清末明初的学者,曾经留学过日本,他最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后来用西方哲学的观点来写文学批评,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有体系的近代文学批评的先驱者。 当然,除了文学批评上的功绩,他还留下了非常多史学、语言学上的著作,而这些作品在他辞世后由罗振宇整理成册,关于王国为的名词解释只要达到这些内容就差不多了。 此外,提到王国为必须要知道的是他两部重要作品,即《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画》,这两个名词也是大家复习中应当注意的重点内容,所以在此我也来简要复习一下这两个名词。 首先是《红楼梦评论》,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系文学比较研究,据王国为自述,他受到了舒本华的影响,他指出《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所欠缺的悲剧文学。 王国为的《红楼梦》评论中指出,文艺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为文艺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王国为认为,文学应当表达的是整个人类共通的思想感情,而非我个人独有的思想感情。 文学创作者只是将全人类都共通的思想感情与具体的视力置于某个人名字之下,但依然不改变它内核极为全人类所共通的思想感情之本质。 让我们再来简要复习一下文学史上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红楼梦》评论。 首先是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为代表的索引派。 这一派认为《红楼梦》影射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以各种拆字、藏头、名语的方式解析《红楼梦》中的文本所隐藏的各种影射内容。 然后是胡适、周汝昌的《红楼梦新政》为代表的考证派。 这一派开始了对于作者、家世、诸书年月所进行的科学考证,发展到后期认为每一个人物都有在现实中的人物原型。 再往后也是大家复习中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重点内容,即于平博的《红楼梦》研究。 而反驳于平博《红楼梦》研究的即为李希凡等人的《红楼梦》评论, 他们以阶级的观点认为黛玉和宝玉是阶级觉醒的新人, 那至于这一说法到底正确与否,就见仁见智了。 然后是人间词画。 人间词画将从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中所受到的影响应用于对历代词人创作的平息中。 在这部作品中,王国威提出并阐释了《禁戒说》。 《禁戒》这一词原本是佛教用语,唐朝就已经将其应用于文学批评。 到明清时期,《禁戒》一词已广泛应用于各种文学评论中, 例如王世珍、沈德浅、原梅论师都曾谈到过禁或禁戒, 虽然王国威并非将其用来进行文学批评的第一人, 但他的确是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 并把《禁戒说》运用于包括诗词戏曲在内的各类题材的文学创作之中。 王国威在《人间词画》中提出, 诗以禁戒为最上,有禁戒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觉者在此。 他要求作者写出能打动人的真感情, 能使人感同身受的真景物,真事情, 写出能反映人物性格的语言, 而这一切又要出于自然。 下面在PPT上还写上了一段人间词画中的重要段落,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在这一段中的诗词出处都为何处。 第二个名词是狂人日记, 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应当非常熟悉了,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中篇小说, 于1918年首次刊载于《新青年》杂志, 后来被收录在1923年的短篇小说集《纳喊》当中, 通过一个抱有要被人吃掉妄想的狂人日记, 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吃人的历史, 讽刺了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 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提到鲁迅, 我再在大家简单回忆一下鲁迅的创作生涯, 及有关鲁迅的重要知识点。 鲁迅的初期创作以翻译为主, 比如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 此外,出版于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 也收录了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翻译的一批短篇小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的选择, 俄国的契和夫,波兰的显克维之。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是, 在这部小说,在这部翻译小说集中, 鲁迅和周作人依然是以文言文进行翻译。 此外,在东京和上海后, 售卖的留学生创办的杂志《河南》上, 鲁迅也发表了《摩罗斯利说》、《破恩恶生论》等等。 这一时期的创作显现出了鲁迅的浪漫派文学气质。 至于鲁迅如何从浪漫派文学转向到更加关注现实, 更关注知识阶级的使命呢? 还得得益于艾罗仙科, 知识阶级的使命的影响。 这也是大家复习中需要重点记忆的知识点。 与《狂人日记》发表同一时期, 鲁迅也在新青年的《隋赶路兰》创作白话杂文, 随后进入了鲁迅创作的高峰期。 这一时期有短篇小说集呐喊, 大家所非常熟悉的《红衣集》、 《阿Q正传》、《摄系》、《顾湘》等片幕均收录于其中。 还有1926年所发表的《彷徨》, 大家所熟悉的《祝福》、《伤事》等片幕也收录于其中。 取材于中国历史神话传说的小说集《故事新编》、 杂文集《华盖集》、散文师集《野草》、 散文集《赵花西石》等等。 此外不仅在文学创作上, 鲁迅在文学研究上也颇有作为, 比如出版于1925年的中国小说史略。 同时各位同学也要注意鲁迅20年代创作和30年代创作的不同。 进入30年代,鲁迅出版了与徐广平的书信往来两地书, 而到上海之后, 鲁迅也通过内山书店购入了许多日本和欧美的美术书籍, 特别表现出了对木板画的关心。 30年代后期, 围绕鲁迅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即国防文学论战, 大家也要注意复习。 同学们有时间也可以注意整理一下台湾对鲁迅文学的接受进程。 接下来第三个名词是《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收录于文选的作家不明的五颜古诗作品群, 它们出自不同作者之首,也并非写于同一时代, 甚至最初都是没有标题的。 很多文献都记录了对这些古诗作者的猜测, 刘邪推测其中冉冉孤生竹出自副义之首, 王世珍推测有些作品来自于张衡、蔡毅等等。 其中最有名的猜测莫过于徐林, 他在《御台新勇》中指出其中的八首由梅臣所作, 但均缺乏实证。 从内容来看,这些古诗也有鲜明的民歌特色, 因此也有人推测, 它们是受当时流行的乐府歌谣影响而诞生的。 这些古诗的题材包括积虑行义、离别和不遇、 人的生命苦短等等。 古诗十九首的重要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尸体的影响, 在以诗经为权威的儒教文学中, 四言诗是诗歌的主要文体, 虽然在五帝时期古乐府中也能见到五言的句子, 但古乐府还是以长短句混杂为主, 五言句子不过聊聊数句, 要说完全由五言句子所构成的五言诗, 还要数古诗十九首。 而随着五言诗的确立, 中国文学的重心也逐渐由负转移到了五言诗。 二是对于后世诗作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语言质朴, 感情争执, 流邪的文心雕笼, 中荣的诗品等历代诗评作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奸安文学也正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蓝本, 才逐渐创造发展了自己的文风, 后世依然有很多尼古作品, 也有很多诗歌将其用作典故。 接下来的名词是新契吉, 新契吉自幼安, 好驾轩, 在身为一个杰出词人的同时, 他也是一个颇有制略的政治家, 在京人的占领区长大的新契吉, 更有收复失地的报复, 后来在耿京聚集民众反抗经朝时, 新契吉也趁机揭竿而起, 最后事关于南朝。 但新契吉的复国政治主张, 与只求狗安的南朝政治环境冲突, 始终无法施展自己的将材雄掠, 最终选择隐居。 新契吉是两宋现存词作最多的词人, 新契吉留下了很多表达抗经, 收复失地强烈愿望的诗词。 他的词封, 雄豪激烈, 确立发展了苏氏所开创的豪放派, 并与苏氏并称苏星。 这一类词封的代表作为南乡子, 灯金口北顾亭有怀, 临江仙等等。 此外, 他的以文为词也开拓了词的新疆域, 提高了词的表现力。 但新契吉在身为逃放派词人的同时, 也是一位极善抒情的词人, 而这一类词作的代表极为清粤暗元熙。 此外, 他还有大量的田园词, 创作于他的隐居时期, 描述了身边美好质朴的田园生活。 这类词作的代表为清平乐等等。 接下来的一个名词是三十六字母。 三十六字母是宋朝运图上用来表示生母的一套字母系统, 根据生母的发音方法, 可以以五音和清拙为基准, 再将其进行分类。 五音是指纯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等等。 也有根据后来在分类出的半舌音和半齿音而统称为七音的说法。 清拙指清音和拙音, 清音是发生时声带不振动的辅音, 拙音是指发生时声带振动的辅音, 清音和拙音有可进一步分为全清音和次清音, 全拙音和次拙音。 提到三十六字母, 大家还需要注意另外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概念, 即运图。 运图又叫等运图, 是古代的一种语音表, 现存最古的运图是运镜, 据说运图的起源与佛教的传入有关, 研究范文的语音而产生的西云学也对其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他的主要运图还有正桥的通制中的七音略, 四声等子等等。 运图另外还有等呼这个概念也是需要大家自己去总结整理的。 涉及运图还有等呼这个概念也是需要大家去总结整理的。 那最后一个名词是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是中国第一部权威的小型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出版出版于1953年, 目前已经出版至第11版。 简体字对应的繁体字及一体字也有补充在后, 最新的大字本中还增加了四角号码检索, 新华字典与汉语拼音排列顺序, 字的解释, 官用语和例句都以普通话为基准。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好好复习, 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取得自己满意的结果。 请欢迎订阅您的观看,